我記得當天是在一個餐廳裡面 剛好那天是休假日 來跟同事一起吃飯 然後其實大家都很累那時候 然後突然 我收到一個朋友的簡訊 跟我說恭喜你入圍了 那他只是跟我說入圍了 他沒有說算像入圍 然後我就覺得 我就跟同事說入圍 然後後來 另外一個同事在傳簡訊來說 是雙向入圍 那個心情真的太不可思議了 我覺得那時候根本沒有時間 不是 根本是沒有心情可以好好的吃完那一頓飯 然後心裡面一直很澎湃的 然後一直接到很多朋友的解決來恭喜 只是那一頓飯會覺得很忙 對啊 根本沒有辦法就是 好好的吃完飯 然後也沒有辦法好好的去感受那時候的心情 其實拍這部戲對我來說 最重要是遲度的問題已經讓我 還沒開拍之前已經崩潰了幾個月 因為我沒有試過跟文藝片導演一起合作 我什麼角色都想挑戰 接下來如果是真的要挑一個題材或者是角色 我想要看看有沒有機會可以演一些科幻片 對我其實是對科幻片滿有興趣的 對我滿好奇 科幻片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我每天本都要來看 對我看見你 我每天有可能會有風雨 那你不容忍 那你玩笑 你不容忍